2024台灣戲曲藝術節 邀請張啟峰擔任策展人 以非常愛為主題 帶來十一檔精彩作品 以當代視角引領觀眾了解愛 也以新的戲曲藝術美學與形式 引領觀眾看待愛 我希望能夠以愛為主軸 我們不是只有人與人的愛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有人跟非人的愛 就是人以外的對象的愛 甚至我們是不是可以有跟非生命的愛 甚至我們可以有無形的愛 我們今年大表演廳的一個起見製作 兩聲花解 其實它情結合了情人 然後在這一世 然後其實是跟愛情有關的 但是它的時空 其實從明代末年到了清代台灣 它的空間從江南到了台灣 所以這個其實它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轉換 一個朝代的轉換 它藉由一個德國來心 它所寫的艾蜜莉亞加勒蒂 以一個原來是一個悲劇收場的愛情故事 轉成了藉由歌仔七的形式 然後從愛延伸到毀滅延伸到寬恕嗎 還是原諒 所以這個當然大大的突破了傳統系 一再是以聖誕團圓打結局 這樣一個脈絡 我們重啟了一個 17世紀的重要的劇本 連結到台灣的一個當代的事項 讓大家有一個當代的一個詮釋 這一次小表演廳的一個起見製作 它的對象就是人跟非人 那還有它其實又跨越了陰陽 當然講的是夫妻 那是什麼故事呢 其實就是親戚的故事 這個當然是從白蛇的故事過來的 只不過它從白蛇 然後夫妻之外 陰陽之外 它又多了一個戀妖的粉絲 所以這個戀妖的粉絲 如何來對比到許先 對於妖人之間的一個愛情 其實可以大大的擴展了 我們對於白蛇故事當代演繹的不同視角 但是這個故事啊 其實是從清代就已經有人寫成的劇本 所以呢 我們如果來看待傳統戲曲跟當代視角 其實我們現在運用的傳統 但是呢 大大可以用我們當代的戲曲的 這麼精彩的表演藝術 來讓這個老戲有一個新的一個當代的意思 除了雙旗艦製作 兩森花節與親機 策展人也讓各個劇團 以不同深淺力道和口吻 來闡述愛是什麼 其中李清照私人劇團感傷動作派 彥作鍾奎 故事交織在人偶之間 過去與現在 以批判口吻 訴說愛與自身的傷痛 台北曲藝團則是藉由水浮傳 林沖夜奔的故事 展現男性幾種錯愛典型 以扭曲的視角 荒謬的邏輯 看透愛情的滑稽古怪 我們這次非常特別的小表演廳的國際製作 就是彥作鍾奎 從鍾奎 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熟悉 但是我們要回復到鍾奎 跟扮演鍾奎的人 朱洛豪老師 我們要連結到鍾奎跟布雷希特 然後我們會邀請了各國非常重要的女演員 Werika Arnott老師一起來做一個國際的合制 當然所謂的鍾奎 就一定要有鍾奎在台上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 攝影員老師 就是錦飛鳳 然後他們可以參與 以傀儡的鍾奎在舞台上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連結到鍾奎為主 可是又可以連結到布雷希特 對於戲劇的了解 不管如何 在扮演鍾奎的過程當中 在學習進去的過程當中 在布雷希特做劇場的過程當中 他們唯一不放棄的就是對創作 對劇場的愛 很謝謝台北曲雲團葉宇君老師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發想 從施奈安筆下的水浮英雄 從水浮英雄當中的林聰 跟他太太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真愛還是假愛 那其中的始作勇者 或是干擾他們的愛情 其實就是施奈安 所以最後是男孩還被沿上來公審 所以我其實可以藉由非常活潑的取益 還有絕對不可以缺少的 戴力吳老師的林聰夜班的一個段落 有剛 有柔 有傳統 有當代 我們重新再來看一下 這個古代的小說 它在當代的解讀之下 有什麼樣的一個新的面向 而且直接貫穿到了作者的部分 台灣戲曲藝術節自2018年開辦以來 不斷自我挑戰 力求同時展現戲曲經典與創新的樣貌 在藝術價值及娛樂性帶給觀眾最佳體驗 我想傳統戲曲經由這樣的一個當代的演繹 可以走出不一樣的風格 也可以跟當代的一些元素來做一個接軌 我想這是傳統戲曲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 而這個東西一定要透過現在的一個手法演繹 才能夠去接軌現在的一個觀眾 因為我們都知道傳統戲曲 我們不只是人才的一個斷層 傳統戲一直做人才來配也好 接班人也好 那其實最最後是我覺得觀眾的培養也非常的重要 這樣一個當代性在我們戲曲藝術節其實就發展得非常的好 我們不是只在固守傳統 我們希望透過現在的包括 跟國外的一支作家導演的合作 然後跟不同的劇者 然後用不同的說法 其實我們希望說展現出傳統性的不一樣的一個樣貌 傳統不是只有傳統 它其實更具有未來的一個當代性 那這樣的是我們戲曲藝術節長期來一直希望能夠發展出的一個樣貌 2024台灣戲曲藝術節從4月12日起到6月9號 由十一組優秀團隊輪番上陣 帶來十一出落在不同愛情光譜上的故事 邀請觀眾一同進場談情說愛 記者李奇慧台北報導 邀請 Samantha